返校日活动由约书亚阿维托王子社区中心举办 民众排着队领取孩子们开学的用品 还有各式美食免费派发 护上家长带着孩子来同乐 有家长表示孩子经历了一年多的网络授课 难得碰上有户外活动 纽约市公立学校将在9月13号开学 新上任的纽约州长霍楚已经要求 教师和学生必须在室内戴口罩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郭瑞纽约报道